問題非常非常的雜 然後今天很感謝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把原本的東西砍砍砍 砍的不一定是最後做的prototype 但是我們今天試了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一個OIE加量討論法的BOT 那本來是想要用一個已經在公民省有用的方法 去做跨文本的notation 所以原本的使用請聽是有一個新聞報導 或是可能網路上有某個發言 然後我們把它標注起來之後去標注這個事實感覺 全是在想法 但時多之後發現天啊這標誌的超困難 而且每個人像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回去去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要解什麼問題 到底誰是使用者 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說 應該是網路一些很分散 然後我們要怎麼促進高品質的討論 或者是其實政府他們有 可能有買一些輿情監測的工具 但它只有關鍵字 那大家可能只知道 就是因為勞基法暴怒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暴怒的點是什麼 還有我們到底要處理什麼樣的文件 那討論到最後一個結論是 今天可以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先解決政府的問題 一般公民跟其他人先 不管他們的話 或是什麼 政府其實想要 理解一般民眾的感受與論點 然後希望這東西可以標記 然後整理成民眾的論點 還有就是可能 我們KPI 還要繼續使用ORID這個方法 有狀況下我們稱出一個歪羅的東西 就是可不可以用機器人 來教大家怎麼用ORID 因為ORID是一個很違反 你討論直覺的事情 你在網路上比戰的時候 你不會說 但是好我現在要先講事實 然後再來講我的感受 然後再講我要什麼決定 那用BUT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拿這個資料去訓練機器學習 不用再手工標 就是透過BUT的引稿問說 你現在是否要講事實 然後他接下來講的東西就是 被引稿是事實 那這樣的標記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去做 機器學習的語意辨識跟自用標記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trigger呢 就想說 比如說今天假設賴清德 在他的粉絲專頁PO了一篇 他的組織稿澄清稿 然後上面很多人只留言罵他的話 他只要在粉絲專頁下留言 那個messenger的BUT就可以直接 直接問說那你為什麼會這樣 那設計的概念是我們不要為特定的事件去 欸喔這邊你要講 我們不要為特定的事件去設計特定的問題 不要空污一個 我們要重新擬問題 勞基法要重新擬問題 其實就像小白說的 就是所以我們在賴清德的情境下面 我們就希望還是要收集到ORID的四個 不同標記的一個意見 然後來呈現 重點就是要呈現說 到底這個想表達意見的人 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我們不要整康一句話說 幹賴清德是歪白說 然後或者是什麼鬼的 到底他講錯什麼話之類的 想要理解他真的在想什麼 所以設計上面就還是要先釐清說 所以你的情緒到底是怎麼樣 這樣子就符合好啊 然後在設計上面就會想要問說 那你為什麼會 你針對這個議題你有什麼幹 就是你覺得這個是什麼問題 然後讓他有一個他自己的interpretation出現 然後再問他說 那你覺得事情這樣子 運作好不好 那其實我講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來看demo 然後 就是這個的 欸好 那不能看 好 我先轉回去 欸靠 先轉回去 不好意思 好 這個的情形 就是說 假設這個 我先不管為什麼 我名字叫這個 反正這個假設這個粉專 是一個 假設是賴清德的 或者是 某個政府的 政府機關的一個網站 然後他PO了一篇新聞 然後表達一些東西 那你可能會在底下說 怎麼 你也這樣 這 這 做完工 然後 好 等他一下 好 出來出來出來 就是 他會說 你好 感謝 之類的 然後就說 我不敢 反正就隨便打 就是接下來就看你跟他對話 然後他就開始問你問題 然後 會是否感到 當 欸真廢話 然後 然後 然後就這樣 感覺 好可怕 好可怕 就是 你會自己會怎麼樣 就 就 賴清德的 賴清德的 你看是出來的 你看是 小 欸靠 好打開動作 欸靠 等一下喔 反正就這樣啦 好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藉由 一個一個的問題 然後 看 我這個視窗多少 就是 Demo的時候 我都會出錢這種小意外 對 你希望真的從怎麼辦要進行 就從 我用的 之類的 對 就像這樣 然後你就會有 ORID的四個問題 那這樣子比起我們這樣去 網路上這邊爬 然後這邊標 這樣子你其實可以獲得更直接的回饋 這樣Data也會更乾淨 hopefully 然後 我們想要是這個可以擴充成 比如說他可以接Polis 然後接下來你這些Statement會變成 別人問你的Statement 然後就Polis 投票 還可以看到你在哪個分群之類的 就這樣吧 謝謝 到這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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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